跑掉 要跑的話就上面這個成績 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order的話呢 遞增遞減 這邊的話 0或省略就遞減 因為分數高的在上面 分數低的在下面 所以是遞減 你可以輸入0 或者是省略都沒關係 這裡我們用省略按確定 然後呢 名次部分呢 就點兩下 就算出來 那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名 404分 第二名 359分 第三名 353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完成 當然甚至你還可以怎麼樣呢 把前三 如果你今天怎麼樣 希望 前三名的顏色 不一樣的話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再做一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我想這部分也可以自己想一下 因為 這個地方 裡面的話 就需要公式 這個我想 等一下各位可以思考 前三名如果 顏色要不一樣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 OK 那再來的話 最高分 這應該沒問題嗎 最高分就直接從這邊 這邊有一個最高 跟最低 最高跟最低的話 直接從自動加總裡面的最大值 那給他一個範圍嗎 給他這個範圍 有沒有 好掉再一次 自動加總最大值 然後給他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 按打勾 就可以了 填滿最高分就100分 那最低分的話呢 也是一樣 從這個自動加總或者你找那個函數裡面的mini mini裡面的話呢 也是一樣 找到這個範圍給他 然後按打勾 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我想最高最低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及格人數的話怎麼算 及格人數的話就是說你要 去計算 如果他的成績大於60 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表示及格 所以這裡的話會用到一個 可能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常用到 叫count if count if 非常好用 在插入函數裡面 有一個count CO COUNT count是計算 計算數字的部分 count a 是計算 非空白儲存格 我想自己再看一下 count blank是裡面空白的部分 那count if 就是說 我們 給一個範圍 他幫我去計算說是不是符合某個條件 如果是 那就幫我計算一個 好那這裡的話怎麼使用 按確定之後的話 Range 給範圍 國溫成績的部分 條件下面是一個條件 條件的話是 大於 等於 60 這是一個條件 那條件部分呢是一個字串 所以他自動會在前後加上 雙引號 你會發現按確定之後的話 其實還沒有按確定之前 我建議各位可以先預覽一下 如果這個值有出來表示你的函數 是下正確的 OK那12按確定之後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總共會有12個人及格 其他的部分也是一樣 拖拉一下 那就可以很快的算出 到底有多少人及格 你不要傻傻自己在那邊慢慢算嘛 那是最笨的方法 那平均成績的話呢就是也是一樣平均 所以這邊有個平均值 再把國溫成績的部分 也把它再選取起來按打勾 然後這邊的話就可以 OK 好那這部分我想各位先把 這一個 這個我剛剛做的部分先完成 那等一下再來看如何取得前五名的 成績並且幫我call out這裡來 那自動產生兩個 自動產生 這個五個成績 然後再做一個清除的按鈕 這部分該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看 那這個 Rank Sample檔 Rank函數 OK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我這個函數部分 比較基礎 所以我會講的稍微快一點點 如果說你的 步調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沒有關係 我這個剛剛的部分都有錄下來 我會在 這個這個 明天 找個時間 明天或後天 找個時間 我會把它整理做 再傳 這個email 如果你有留email的話 我會把它傳給各位 那你們再 到YouTube 知道